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VChang 拍攝的日期是12月6日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說說 兩位2019年都戚冊風雲 但隨著時間會被淡忘 變得直直無文的兩位女士 就是林鄭和周庭 林鄭上年花費1350萬去裝修前特首辦公室 簽了傢俬 用了655萬 位於金鐘道88號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花費這麼多錢 究竟有什麼洪徒大計呢? 也不容易有林鄭消息 畢竟退下來 不像以前一樣 每天見報 每天見記者 每天開記照 所以我都和大家留意著 一有消息 就會和大家匯報 至於周庭 曾上一集和大家分析了 今集會和大家再說一下 周庭除了現身日本媒體自製光環 他還上了西方媒體 究竟周庭有什麼說呢? 我都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他怎樣類街坊 類家人 國際方面 英國在明年會大幅收緊移民政策 BNO黃人人人自危 雖然移民政策的收緊似乎不是主力針對BNO的小黃人 但我都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BNO小黃人都要害怕 5加1加N都不止 分分鐘5加1都不會再承認 開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惠欣 做FeeChang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中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大家多人知道旺媒和M7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到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的影片 最看陳惠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e FeeChang和印論證 洗蜜鏡 先和大家說說林鄭 實在自她做完行政長官後 比較少有她的新聞 雖然林鄭大灑公帑 租用了甲級寫字樓 做她的前特首辦公室 這個前特首辦公室有多麼的價勢 因為一個人的面積按人均去計 林鄭可以說是冠絕歷任的特首 雖然她的公職不是冠絕歷任的特首 真的任由大家留言去判斷 但按個人面積來計 肯定是 因為位於堅尼地道的前行政長官辦公室 就是由三位前特首 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共同使用 林鄭的辦公室如果按人均的面積來計 就是較為寬敞 位於堅尼地道的前特首辦公室 由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共用 她的面積是535平方米 簡單隨意三就是178平方米人均 但林鄭一個人在租用金鐘道辦公室 甲級寫字樓的面積大約267平方米 當前任特首辦公室引述媒體的比喻 一年的租金購買一層樓 都不禁令我們問 租用這個異常大異常貴的辦公室 究竟有沒有KPI 當現屆政府的工作都強調職效指標 那林鄭又有沒有職效指標呢 雖然她這麼豪華 但她一退下來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記 林鄭就說想做一個普通人 似乎普通人和一個不普通的辦公室 就有點相矛盾 究竟林鄭退下特首之位之後 她做了什麼事呢 是否普通呢 都和大家簡單回顧一下 林鄭卸任以來 有傳她會升任國家級領導人 但最後無論是全國人大 還是全國政協都通通落空 大家都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到今年年初 林鄭就有一個新的身份 她應邀出任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 但都鮮有出席公開場合 在公開活動亦沒有回答傳媒的提問 林鄭沒有聲官 又不見傳媒 那這年紀究竟做了什麼呢 除了去不同的區買菜 花式的買菜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去街市 見到林太出行 有寶寶和城 亦都在不少看show場合會見到林太 林太早前去品味文化逛街看show 我們看到優哉猶哉和白雪仙一起去看show 而且除了白雪仙 這位大家都認識的名人之外 她還和人人都想她下台的中大校長段崇志去看show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我們看到林鄭卸任特首無奈 她曾經接受訪問說有另一個角色在等她 就是家庭主婦 自此她都一直行事低調 除了去灣仔粉嶺 由保錶戶價買菜 她又去連鎖快餐店買飯 去書展逛街 去不同場合 去品味文化 去看不同show 聽聽音樂會 也可以說是做家庭主婦這個角色 雖然不知道這個角色和甲級寫字樓有什麼關係 但的確她做到了 雖然林鄭說她不需要什麼新崗位 但其實在去年11月她接受內地媒體訪問的時候 其實她也是想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想教書辱人 林鄭說她希望有機會可以在全國重點大學 講一講一國兩制 例如她希望遊覽國家的明山大村 順便去講講課 這個心願 林鄭能否達成呢 最近再有林鄭的新聞 另一報道用到標題 林鄭不做家庭主婦 星期三去北京達成退休心願 林鄭在去年卸任行政長官之後 雖然也有表明她想跌心水做家庭主婦 一直行事低調 但她另一個退休目標 其實不只是做家庭主婦那麼簡單 就是想去講課 做下一個講者 而這一點她也做到了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邀請了林鄭親身去講講座 主題正正是她最想分享的範疇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公共管理實踐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活動簡介提到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 香港正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香港的治理和發展實踐 是值得當代青年學子深入研究學習 所以邀請了林鄭月娥去到親臨他們的學院演講 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公共管理實踐為題 去展述一國兩制制度 設有問答環節 活動的主持人就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朱玉峰 報名需要提供所屬的院系、私生類型 亦有一欄需要給參加者填寫題文的內容 我真是預先準備好問題 我想指出的是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的 是未來國家棟樑的門檻 去到全國重點大學教授課堂 都不是一個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又或者不是一個普通人會做的 可以見到跟他說要做家庭主婦 有些相矛盾 有些口不對心 不過這算是對得住甲級寫字樓的使用 都是給做家庭主婦較有貢獻 起碼去多少間大學講課可以量化 但相矛盾的是 說到自己做家庭主婦好像不再有政治野心 但去我們全國的重點大學講課 這個影響力便是非錢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林鄭真的退休 如果她去全國重點大學講課 她正在教的就是我們未來的同僚 甚至乎我們未來的政治人才 所以林鄭是否真的退休 這一點便可圈可點 而另一位曾經叱測風雲 但隨著時間被淡忘變得直直無雲的就是周婷 周婷自從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自爆自己棄保前途不再回來香港 她才是現身日本媒體 大家可以看我上一集的影片 之後再接受加拿大媒體環球郵報的訪問 周婷向加拿大環球郵報說到她一直在多倫多公讀碩士學位 不會回香港 理由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局勢 安全問題以至她的身心健康 她說自己原本買了機票回來香港 但經過慎重考慮後 在上個月才改變主意 大家信不信 她刻意澄清不是處心積累想欺騙國安 這句話已經是此地無銀 也要說自己一開始沒有打算欺騙國安 但看回她的紀錄 她現在說的話 真是欺騙小黃人就可以了 欺騙正常人又怎樣可能呢 一如預料 其實周婷自她抵達加拿大之後 她都一直希望自製一個光環 營造到自己有精神健康的問題 有焦慮、抑鬱、創傷後為證 令到她因為她身心健康 才決定她不會再回來香港 而且周婷說到自己還是很勇武的 她說對自己的政治行為並不感到後悔 如果真的不覺得後悔 願意去承擔責任 覺得自己是做得對的話 為什麼她不留下來 去接受法庭的判決呢 周婷就說她由始至終 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她說警方經常會問及她的生活 她的朋友和她家人的情況 換言之她都是女街坊女朋友 很明顯她的家人和朋友 都會是國安要關注的對象 過去是將來更加是 而且我想和大家指出的就是 她和環球郵報提及到她遇到的兩大障礙 第一就是就業的時候遇到障礙 這個其實完全是可以預料 張心比己 誰想請國安疑犯 請一個搞事的人 這也不是什麼爆料 我認為更爆的是她提及到她遇到的第二個障礙 周婷就說自己在apply for housing的時候遇到困難 除非周婷的語文能力不好 表達不到她的原意 周婷日文比英文好 但apply for housing 翻譯就是她試圖的申請住房 如果是說租屋的話 私人市場就是renting 不是applying applying就是申請 有什麼要申請的呢 公屋、居屋、過度性房屋 簡約公屋就要申請 那是怎樣呢 周婷是否自爆自己 想申請公屋、居屋、過度性房屋 但申請不到呢 聽到周婷都要申請資助性房屋的時候 不禁令我們問 她收那麼多外國黑金 還要爭資助房屋 真是完全不合理 上一集我都和大家分析了 2020年8月10日 國安在當日拘捕黎智英 以及她的兩名兒子 壹傳媒的各個高管 到下午再拘捕十二門徒之一的李宇軒 當時李宇軒很明顯還未搭釣魚船 想去穿草島台灣 而且還有學民思潮的成員李宗澤 在大約八點鐘當晚才去到大埔 拘捕周婷 所以說他們的案件應該都是相連結 他們都是觸犯了國安法第29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而根據國安法第29條 一經定罪可以判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罪行重大便可以判處無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周婷期後獲准以兩萬元現金 和十八萬人士保釋後審 期間需要交出旅遊證件 和不能離開香港 國安當時透露案情 在調查兩男一女營運 和積極要求外國制裁 和封鎖我們香港團夥的時候 發現有一群傳媒高層利用外國戶口 向有關的團夥提供財政支持 即是說兩男一女很大機會 就是前學民思潮成員李宗澤 還有所謂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 那個女兒就是周婷 他們一同被捕 而向他們提供資金的財團 就說黎智英的一傳媒集團 李宇軒、李宗澤和周婷這兩男一女 他涉嫌在我們香港國安法生後之後 仍然在網上運作我要攬炒團隊 多次發起眾籌去推動外國政府制裁香港 而黎智英和一傳媒的高層 涉嫌是透過本地和海外戶口 還有股票買賣的方式 去資助周婷的我要攬炒團隊 有消息說涉及的金額是超過8萬 涉嫌收黑金 現在周婷還要畏罪前途 根本就是心虛 過百萬的黑金去了哪裡呢 待起了過百萬的黑金 還要去申請資床證房屋 這是什麼玩法呢 不過說真的 說回來 羅冠聰一樣是公屋出身 長毛一樣霸住公屋 可以說是同一類人 而且他們一樣是類己類人類街坊 羅冠聰令到自己家人陷入被調查的狀況 而羅冠聰的家人都要發聲明和他割席 大家就知道他是多麼土人厭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至於周婷 當記者問到他留在加拿大 沒有辦法跟香港的家人朋友聯繫 他有什麼感受的時候 周婷就說為了安全考慮 他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不願意提及他的家人和朋友 但大家都可以預期 就算周婷避而不談 他的家人朋友都會被調查 成為重點調查的對象 那就是類家人 第二就是類街坊 觸犯國安法的罪名 從來都不容許保釋 警方特別容許周婷保釋外出求殼 但是換來的就是他詐騙國安 試圖棄保潛逃 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在昨天出席完我們立法會的會議之後 都有去接受媒體的訪問 鄧炳強局長在離開會議室的時候被記者包圍 問到他警方處理周婷事件的手法 而警方打算封大處理 但是很可惜鄧炳強局長就說 再一次被出賣誠信 還是企圖用到其他東西去開脫 自己製造光環 鄧炳強局長就對周婷棄保前途表示譴責 而且鄧炳強局長還說 周婷的行為很可能會影響到一些 真是希望真心悔改重新做人的人士 所以周婷這樣做真是雷皆方 往後若然有其他學生在觸犯國安法之後 想申請保釋外出求殼 相信更難獲得批准 因為有周婷的先例 周婷這樣做確是雷皆方 而且正如我上一集和大家分析 現在劉丹比黃丹 鄭宇玲比柴玲更有名 叫人衝自己鬆 無論他們怎樣掉落地拿回沙子 怎樣嘗試製造光環 走路就真的走路 這是一個不能改變的事實 的確會令他們的支持者 令到在香港監獄的小黃人心碎一地 而且一班大黃人漢奸 叫人衝自己鬆都屢見不鮮 廉政公署在較早前落案起訴 一名38歲的電腦程式員文榮峰 控告他涉嫌在今年區議會選舉期間 在個人網上社交媒體專頁轉載一則 煽惑他人杯葛區議會選舉的鐵文 而廉署發現被告文榮峰轉載的鐵文 就是黃人KOL黃人時事評論員黃世澤的鐵文 更加附有一個社交網站煽惑他人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不要投票的直播影片連結 但在發現後黃世澤已經離開了香港 廉政公署向法院申請首領通緝黃世澤 廉署說45歲的黃世澤面對三項控罪 在選舉期間藉著公開活動作出煽惑另一人 不投票的非法行為 就是違反選舉條例 他涉嫌在今年選舉期間分別在三個網上社交平台 展示煽惑他人在選舉中不要投票的一則影片和兩則鐵文 黃世澤原本是香港的時事評論員 他是原籍印尼的 英籍華裔印尼人 他在香港長大 就讀金文泰中學和中大政政系 政治與行政學系一向都是出黃人 他過往以不同筆名 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報章投稿 評論時事 亦曾為網媒D100作出主持 在廉政公署公布消息後 黃世澤在社交平台發布影片 說被通緝是光榮 他還說自己是純英國人 不會回香港 黃世澤在影片中說到很多另一個評論員搞他的事 相信他的意思是說另一個黃人KOL 嘗試去攻擊他 黃世澤又說到他現在是歐盟國家 很明顯他不是在英國 我稍後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黃世澤是英國人 但也不願意去英國 但他不願意透露他在哪一個歐盟國家 他說他不說在哪裏 是因為怕被人買起 可以見到他真的是船頭驚鬼 什麼光環都沒有了 小黃人也不想當他是偶像 所以在黃人討論區 也有小黃人批評黃世澤 說到被人買起太誇張 但相信黃世澤被通緝也不是什麼輕鬆事 因為被通緝的人士 去到一些和我們國家有移交逃犯協議的地區 又或者和我們香港有移交逃犯協議的地區 隨著時間和關係修補 相信有機會被移交回香港 又或者如果他坐飛機 飛過一些和我們國家有引導協議的地區 例如俄羅斯 萬一飛機有機件故障的時候 就要迫降俄羅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有被拘捕的風險 所以一天被通緝 一天都要提心吊膽 不要說被通緝的漢奸 甚至乎駕駛BNO的也不好得多 所以為什麼黃世澤自稱自己是一個英國人 但也不願意逃到英國 反而要去歐盟的其他國家 可能也是因為在英國的情況也不太樂觀 英國政府剛剛宣布要收緊移民政策 很狠地把刀鋒對準每年移英外國人士 說到目標是把每年移民到英國外國人的數字減30萬 這個做法雖然很震撼 也算是大刀闊斧 但也是意料之內的事 因為英國當局早前公佈的最新數字顯示 英國上年正移民的人數已經高達74萬 高於年初估計的60萬 多了大約15萬 而比過往30至40萬的數字 升幅非常驚人 升了一倍 所以英國當局要出招收緊 根據新政策 明年第一季申請技術工作簽證入境的最低薪金要求 由現時的年薪26,000 即大約26萬 調升到三萬八千英鎊 即大約38萬港元 增幅高達接近50% 申請人的配偶和家人等等工資水平提高 另外移英外籍僱員每年支付的國民保健費用 亦提升了六成 各樣都是錢 即由現時624英鎊加到1035英鎊 至於英國的移民都需要支付費用 才可以用到當地的醫療服務 即加了超過一萬人 但都要按著頭皮照比 即按著搶 與此同時 英國政府還會重申審 申請人力短缺職業清單 減少可以申請工作簽證的職業數目 申請策略禁止外籍醫護人員 攜同家人移居到英國 真是非常難 表面上英國政府今次大刀闊斧削減移民人數 不是直接針對申請BNO5加1簽證的居英港人 但在這樣的氣氛下 相信對BNO5加1的小黃人開刀是遲早的事 亦是意料中事 事實上也有些跡象已經浮現了 例如早前英國政府宣布大幅提高BNO簽證申請費用 申請兩年半期限和申請五年期限 分別要付216英鎊和300英鎊 住五年後再申請永久居留時 費用更加增加到2880英鎊 即是大約3萬港幣 這就是你經歷過在英國沒地方住 難租屋 甚至乎在英國找不到工作 但五年後還要硬挖這筆費用 但不算是最入獄 國民保健費用加得更厲害 成年人每年要付1035鎊 兒童 剛才沒有提及到 每年都要付776鎊英鎊 如果申請五年簽證 而一次過繳納的話 以一個三人家庭來計算 就要付14230鎊英鎊 即是大約145千港元 這個數目對於不少申請者來說 本身打算躺平 打算一時意氣完全沒有積蓄的黃人 對方來說真的不容易負擔得到 另外過往申請BNO簽證甚少會打回頭 但近期審查被拒絕的個案有增加趨勢 看來由比較寬鬆變得比較嚴謹 很明顯有以控制多少BNO黃人可以申請到 第三個跡象就是英國政府對BNO港人 補充英國勞動力越來越不熱切 可能英國當局都發現 去到英國的小黃人 個個都是游手好閒 都不是真的有什麼特別的技能 當局也沒有採取積極措施 去吸納而英港人加入需要人手的行業 有些有他們自身自滅的態度 從今次的政策可以看到 即使勞動力緊張 英國政府也不想輸入更多中下級外勞 這個當然是傻傻 透過BNO5加1希望去到英國的小黃人 中下級外勞 事實上BNO的港人當中 只有大約一半有就業 換言之他們對勞動市場的貢獻比預期少 亦都解釋了為何英國政府都不寄望 BNO的港人可以為他們補充勞動力 亦都對BNO港人的重視程度下降了 BNO港人需要住滿五年後才申請永久居留 但究竟英國政府會怎樣審批呢 這是未知之數 這將會受到移民政策的取向和政治因素影響 很明顯現時說承認BNO5加1的政黨 如果在他的政權輪替之後不再執政的話 又會不會再承認BNO5加1呢 再加上目前的大氣候 大家可以看到英國想將他的移民大門 慢慢慢慢慣上 能夠入境英國的人越少越好 相信這也是未來的政策方向 所以BNO港人希望可以五年後入籍 相信也沒那麼容易 所以現在在等候五年 這麽艱苦漫長的歲月的黃人 港人就要有心理準備 而且為何突然之間會有這個轉變 都是跟政治有關 英國最快明年會舉行大選 移民當然會成為關鍵議題 目前選情對主要的反對派工黨有很大的優勢 很多選民都認為移民對於 原本短缺的公共服務和房屋的危機日益增加 換言之覺得這班移民在蠶食他們的醫療體系 他們的房屋甚至乎令到他們的財政壓力白上加根 自上個月公布2022年移民數據以來 現在執政的保守黨手上新衛城持續面臨壓力 移民也成為近日在英國的重點關心議題 可以看到現在立即有這個轉向 所以相信BNO黃人未來都會被針對的對象 說到接下來會遇到選舉壓力 問問西人政棍究竟BNO黃人走還是他們走 相信西人政棍毫無疑問就會選擇前者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華寶聽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的影片廣傳開去 等待多人知道旺媒淡車派是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昨日和Jov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有下國際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記得讚好和留言 和留言華寶聽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和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